7% 7.5% 经济增长 通常会翻译到 互联益市场几百分之一 2014年初就曾经预测 中国股市会有双位数涨幅 这位新兴市场教父莫比尔斯 看新兴市场一项看得精准 但是近来似乎遇到瓶颈 78岁他近来因为执掌26年的 坦博顿新兴市场投资信托基金 表现不如预期 14号就行公告 这档基金已经用另外的经理人 来接替莫比尔斯 总共管理将近29亿美元基金规模 调整预计10月1号开始生效 Intel has been reliant more on PCs personal computers and the growth of PCs has been slow compared to the growth of mobile phones 4月初才刚刚到访过台湾 对台湾企业如数家珍 和台湾颇有渊源 除了1983年期间 曾经在台湾首家投信 国际投信担任总经理 此底下的他也热爱台湾夜市美食 不过针对莫比尔斯交棒一事 台湾富兰克林投顾表示 莫比尔斯并没有离开富兰克林集团 只是卸下单一档基金经理人职务 而这档基金目前也没有引进台湾 目前台湾由莫比尔斯执掌的11档基金 近一年的绩效上涨将近一成 依旧大幅领先同类基金 不过莫老教父的招牌是否持续闪亮 未来可得看现实的绩效来说话 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大家入股让大家不知道 这些大佬们都跌破眼镜 对这个新兴市场教父莫比尔斯 他早期操作绩效非常的优秀 这几年稍微差了一点点 还是有他自己的强项好不好 我是说跟他当年比起来 是说跟他当年比起来 当然他这个操作也都是正报酬 只是说没有当年那么强 好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莫比尔斯 待会给他报告他对路股的 最近的一个看法 我们先看莫比尔斯 莫比尔斯说什么 路股底部未到 所以按照他的一个看法的话 这个有可能再破底 那么吉姆罗杰斯呢 这一波操作我觉得是 所有大师级里面最烂的一个 因为大概在4900点附近的时候 他说什么 路股没有泡沫化危机 涨到5100之后直接杀了三成多 那就算了 这段期间他一张没有卖 从5100杀到3373年 他一张都没有卖 然后他说他还要再加码 所以这一波几位大师里面 罗杰斯的操作算是比较烂的一个 最准的是这一位 再倦天王葛洛斯 他大概也是在4900的时候 他说什么 路股是你这一辈子 只会遇到一次的 这么棒的放空的标的 这一波是他最准的 但最准没有用 他说他这一波一毛钱都没有赚到 因为他没有去放空 他看得很准 这是他讲的 他在4900点说 路股你要注意 这是你一辈子只会遇到 这么棒的放空的标的 结果跌下来很多记者去访问他 哇你这一波你赚翻了 他说不好意思我一张都没有去翻包 所以操了一口好盘 对 去跟我们吴金潮先生 要不要不要 谢谢 恭喜你得奖 谢谢 如果可以跟他相提并论 就算是比较差的 都没有关系 感谢 人家是大师耶 可是你知道吗 真的高手在哪里知道吗 在我们的融资融券 对 好 高手啊 好 目前呢我们看融资融券 目前跟大家报告一下 从资券的变化里面是全面看多 全面看多 为什么呢 融资增加代表看多嘛 而且是两倍的 所以这个公安要给他们一个 站站站嘛 就不用 对 这个可以 这个 找麻烦 这个如果在 这个 就是说公安要寄加奖给这些投资人 好 而且是买两倍的 你看 融资增加排名第一名跟第二名 这等于不止两倍 这样是快五倍 四倍半 对 而且你是用融资买嘛 你买 你现股买就两倍了嘛 你再用融资买的话 是2.5倍 再乘以两倍就5倍了 这等于是 等于是5倍了 所以呢 这个 值得加奖 这玩这么大 那群创是外资大卖的个股 那这个融资增加第三名 好 连电在股价在波段的低档 中工 这倒是融资跟外资 好 我们速度快一点 这个一样的 好 好 鸿基这些个股 融资增加 这是融资增加的 我们看融券减少的 融券减少的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融券减少代表是看多嘛 看多FB上证 那上证2X 融券减少也代表看多嘛 这也是看多 对不对 好 那么融券减少 两倍的减少也代表是看多嘛 所以这边入股的 那融券增加的呢 好 我们看融券增加 融券增加呢 你看 上证反 那上证反融券增加代表是看多嘛 这边就是负负得正 负负得正 谢谢你 负负得正 一个头两个大 大概就只有这个FH附生 在资券变化里面算是看空的 唯一增加的啦 其他的通通都是看多的啦 所以后续 怎么怎么 入股怎么发展 这个很难讲 那这个是 有达 这也是融券增加 红毅最近也涨很多了 宜晋最近也涨很多 加工师的 可憲这一波这个来到400块附近 融券也是大幅度的增加 郁金这一波随着帽贴弹上来 这边看起来融券有增加的一个情况 毕竟就是说这个财报 这个第二季的财报 到底是好不好 我想有些人是因为这样子啦 所以融资融券 这跟大家报告过了 在入股ETF的部分 总而言之就是看多 不过这边就是后续来看 如果持续的 入股当然如果持续上涨 那这些就是操作是OK啦 那如果 还有这些大师们其实太不了解 这个中国旧市的措施 所以他们讲话的时间点 跟旧市的措施 因为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都只是提供参考 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入股完了之后我们看日圆好了 因为日圆前一阵子扁了很很深 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只扁回升呢 我们要听一下 一定要注意的 你在观察日圆 一定要注意这位日圆先生 神圆英姿所说的话 因为他为什么叫这个日圆先生 日圆先生 就是他真的很准嘛 而且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叫神 所以呢 这就是说他的准确度 已经跟神一样准了 神圆英姿 他说什么 日圆不会扁破130 那这一波已经来到125了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就是说 从神圆英姿的角度来看 日圆在短线上再扁有限 所以你要注意 先前因为扁值而受费的这些个股 和泰车跟玉日车 那如果你先前有买的 是不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日圆不但没有再扁 再往上升值的话 先前这些个股 可是不是要考虑逢高减码呢 那么原先扁值 日圆扁值受害的 包括玉龙 上银跟雅德 那么如果说日圆有扁回升 是不是股价也会有跌反升呢 特别是我们看玉龙的这个日K线图 我们先看这个 今年股价跌幅29% 哇 其实玉龙做的车子是还不错啦 可是你思考一下 这个日圆扁能这么低 有一些这个马自达等等 他们那个都价格都已经跟国产车已经很接近了 那么玉龙在每股净值是45.19元 但是因为日圆这个贬值贬得很凶啦 所以价差差不多的情况下很多人就喜欢 当然感觉上总是进口比较好 那近期有推出几款新车 那日圆如果回升 股价反弹的机会就比较大 这个是 这个是要玉龙 已经跌到32块多了 接着我们看工具机啦 上银 台湾是全球第五大工具机的制造国 同时也是第四大的出口国 那么上半年上银的营收年增是21% 对不对 还不错 可是为什么股价跌这么深呢 当然就是为了跟日本这个竞争者竞争 营收虽然年增 但是我相信毛利率一定是有下降 所以日圆如果只扁回升有机会反弹 我们看上银2049的日K线图 这一波也是回挡很深 所以如果日圆是由扁这个转升的话 这个当然股价是有可能有回升的一个力道 接着我们看雅德 雅德它这个是大中华气动元件的制造大厂 主要市场是中国大陆 今年股价跌了几乎是跌了快一半了 上半年营收年增2.6% 同样我们看日K线图 这一波它的股价走势是比上银还要弱 那如果说这个日圆是由扁扁回升的话 当然这个今年股价跌了45%了 所以我想这个就有机会怎样 出现比较像样的一个反弹 这个是观察日圆 如果日圆是朝120那个价位去靠近的话 这些个股应该就是会 就是股价有机会会反弹 那如果不幸的 神月音质这次讲错了 往120 130这边去前进 那当然既有的一个趋势我想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好 那所以呢台币的一个表现 我们是不是也一并做一个检查 因为我们看到韩环在今年以来其实也是以这个扁的为主要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操作模式 对 所以央行跟马总统都接受到业者的陈情 因为日圆跟韩元都在扁 我们是今年其实新台币在亚洲市场 应该是算是最强的啦 我们是强国啊 对 我们是 我们是小龙之手 对 所以以汇率来讲我们是最强的 这个是事实啦 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是对于出口会有一些影响 不过相对的我们买原油的一个成本就相对是比较低啦 所以这个是新台币 这个目前看起来是有微幅的这个贬值啦 所以如果再往31 32这边来迈进的话 我想这个对于电子股稍微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帮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新的报价BDI的部分 有持续这一周来有呈现了一个走扬哦 报915点 今天呢涨幅1.7 涨点是15点 对 这个最近这个铁矿砂这个都一直都在往下 但是这个运费却可以往上 这个算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这个景气等等各方面 我想是可以来持续的来留意啦 其实应该是步伐上蛮混乱的 所以详细的一个内容即将在这个礼拜《非凡商业周刊》 看的怎么样来筛选标的告诉你千万不要走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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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